嗨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個皮膚冷藝好的妝 很多時候發完這個妝 我都覺得底妝是非常貼薄 而且看上去皮膚是很好的 首先我也是用BOYBROWN的corrector去打底 然後就用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CLINIC的BB Cushion 其實它上一層已經可以均勻到膚色 而且用了大約兩個星期之後 我覺得它真的在夏天去秋天這個時間 是保濕得來又可以控油的 遮瑕方面就會拿一個淺一道遮瑕膏 遮瑕膏去遮眼下面的黑眼圈 然後再混合一個膚色的遮瑕膏 遮瑕膏我面上的瑕疵 雖然轉了季面是沒有那麼容易出油的 但是我都會用那個baking的手法去打在眼底 因為始終我上了很多遮瑕膏在那裡 我就會拿了一個濕了的sponge 然後上一堆碎粉在眼底 可能你會覺得我上很多 但待會我會掃走它 眉方面今次就用Benefit的Groove Proof Eyebrow Pencil 其實也是跟平時一樣 我用眉筆在下面畫了一條底線 還有畫了最尾的部分 然後才慢慢填色 然後拿回同一支筆後面的螺旋素去掃鬆眉 然後我會把眉筆放在眼底上 大家都知道其實脫了會很難看的 所以我都會用眼眉筆去遮瑕膏 讓它更持久 然後回到底妝的部分 大家剛才都看到我上了很多碎粉的眼底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碎粉 所以掃走剛才剩下的碎粉 你會發現其實我面膜都很乾爽的 但為了安全起見 我都會上一層很薄很薄的碎粉 來設定妝 眼妝方面今次就用我最近很喜歡的Tarte 的Classic Courage Palette 我也是上一個非常淺的粉紅色做底 然後拿一個大古銅色的閃粉啡色 去打回雙眼皮的位置 做一點點的立體感 然後當然要拿一個blending blush去blend blendblendblend blendblendblend bl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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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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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拿回同一個palette的白色去打亮眉骨的位置 眼線筆不用多說 當然繼續是love liner 我也是軟回自己的眼影 畫一條比較有的眼線 胭脂方面繼續用這個palette 我想說這個胭脂的顏色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我自從買回來之後 基本上每天都是用這個胭脂的 之後就會做一點點的陰影 大家都知道我臉很瘦 我今次用的是H&M新買的 其實打上去也蠻自然的 我也很喜歡 然後就會再用這個highlight去打高一點點的鼻子 因為它是粉紅色的highlight 所以看上去也很自然 不會有白色那種很反白的效果 最後塗上唇膏就完成了 這支就是你們經常問的 Urban Decay Vice Lipstick 今天的分享就在這裡 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所有皮膚好的都是假象 都是假的 好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很快會再見 Bye Hi 大家好 好久沒見 最近回了新工 所以比較 要適應 所以每天回來都很累 沒什麼時間拍片 所以這陣子都會拍一些簡單的題目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很喜歡用的開架面膜